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错而说 老嘎大乖 小朋友不奔跑来 赞魂说 老嘎大 天大门 咸醋 打哪儿 酸心白 赞魂说 老嘎大 天大门 咸醋 打哪儿 酸心白 赞魂说 老嘎大 赞魂说 老嘎大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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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大麻子这个犊子 得真下了几手 可得不看看这是谁下 谁愿不着谁 都是个个招惹的 你们也歇会吧 大哥 兄弟我可哪找你 今儿个 可把你找上了 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 张大哥 张大哥 我叫唐天虎 大哥 天虎兄弟咱们几点官兵 现在是我们保险队的炮头 保险队 你还不知道 上回你救了我之后 我就叫人没活路走了 把心一横也拉了干子 后来八角台的大连户成立了保险队 让我当保险队的头 保险队 你们这保险队 是打什么家伙的 现在地面不安稳 几个大梁户挑头 让大伙挨下谈想 养着我们这几十好人 就算是保险安民吧 大伙都推举 景虎大哥当队长呢 哦 看不出你这豆腐官老弟 还大马金刀的 当起了兵头 这是逼的 你看我们软爷 兵不兵肥不肥 兔子不是窝边逃 再把地咱不行下 抽空 还不他们到外边划了点啊 是啊 张大哥 早就要问你的大名 就是我们俩来找你 就是 想让你到我们那儿 去当那个 大当家的 大哥 你们二位兄弟 这样抬起我张作霖 我怎么能不知好歹 只是我家里 刚刚找到金大麻子的暗算 还不知道 你嫂子死活 大哥 你放心吧 嫂子 一点也没生着 第二天我听了事之后 在班道上碰着你 这会儿 正在我们家呢 哎呀我亲 兄弟 大哥 你救命之恩 我这位子也报答不完 我说 咱们快走吧 要不得嫂子在我们家 都急出火来争了 好 走 大哥 你先走 你可别哭坏了身子 好人 有老天爷保佑着 他们爷俩不会有事的 我 就惦记着我那小溜子 现在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好像他们哥们回来了 回来了 大哥 他爹 他爹呀 他爹 我的小溜子呢 我的小溜子哪儿去了 小溜子 叫我方的恩人 多玩输家了 不 我得赶快去看 我的小溜子 嫂子 你是落萌的吗 你知道多少熟下带点猪吗 你们就带他去看看吧 干脆哭半天了 行 天皇 马丽练车 送嫂子开小溜子去 好嘞 快点啊 快走 快走 大哥 走啊 哎 就好 弟弟 你们看我好欺负是不是 啊 那我不识数啊 你靠个屁股 还一年 你 这么大伙 大当家的 怎么了 你出去几天之后 瞅什么 拍 二当家的下山给他儿子过生日 让金大麻子给压摇了 张作霖呢 抱着儿子跑了 跑了 又决定 他现在在哪儿 听说投进张颖会的保险队 还当了大当家的 真的 他真不想回来 他不回来拉倒 缺了他臭鸡子 还不做草子高了 不 咱们不能没有张作霖 那行 弟兄们 练对调 大哥 你看咱这玩意儿草将 把你们编的那个对歌 唱唱 好 大哥 弟兄们 我刚才说的不对啊 不是对调 是对歌 把咱们新编的那个对歌呢 给大哥唱唱 扛起枪 跨起刀 这啥 哎 哎 你精神点 开头我就说 找文人好好写你一声 哎 精神点 啥玩意儿 拉倒 走吧 哎 哎 让大哥先走啊 扛起枪 跨起刀 哎 我整不了这玩意儿 你们练着啊 练不好 我收拾你们 扶起刀 哎 扛起枪 来 跨起刀 一帮鬼虎狼狼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没见 放在这儿走啊 小兄弟 我是你们当家的朋友 给通报一下 等着吧 放在这儿走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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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的 外面有人要见你 什么人 贼怪 那小便又细又短 嗯 是我王大哥来的 这时候谁来谁是复刑啊 哎 哎 我们当家的说了 让你请 牵马 胡说八道 王大哥 能请 来了 这位是保险队队长张景慧 幸会 这是他兄弟汤天虎 挺好 王大哥 王大哥 请坐 请 张老弟 你家的事我都知道了 别太伤心 这个仇 咱们一定要报 哎 倒霉 对不起 王大哥 张大哥 现在 已经在我们这儿当头了 他不能到你们那儿去了 王大哥 这事我正想跟你商量商量 张老弟 说句心里话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 只要能消灭金大麻子 为你报仇 在哪干都一样 既然咱们的对头都是金大麻子 我看 不如咱们合起伙来一块干 有点意思 张老弟 我请你做第一把交易 我情愿献上一百条步枪 五万发子弹 一百条枪 还有五万发子弹 怎么样 够不够 好 大哥 你让个咱们就送帖子 告诉各个山头 咱们两家合伙了 够意思 来人 上酒 疼吗 嗯 亲爱的 你为黄俄罗斯尔光荣抚伤 真了不起 请放心 只要和我们俄国人站在一起 你会很快的 打开杜利三 消灭张作霖 我已经派出了探子 只要张作霖一露头 就杀他个天家不留 哈罗少 亲爱的 你们中国有句老话 上进动骨一百天 哎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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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金盆扣银盆 风吹哪片云 都是莲花坎 同登陆林门 不知大爷是从哪个卖上来的 不用问是哪个卖上的 就说杜三爷到了 谁呀 把枪放下 杜大哥 张老弟 大妹子 张大哥 请 都到了吗 都到了 没别人 没有 拜大喜 王大哥怎么还没到 王大大娘到 来了 王大哥 张老弟 马不好使 来试一步 惭愧惭愧 请 王大哥 请入席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客头大哥 王小编 这位是杜三爷 幸会 幸会 好 坐 坐 其他的弟兄 你都认识 认识 弟兄们 咱们几个山头的弟兄 抽到一块 也算是个群营会 为了拧成一股绳 干掉金大麻子 这个兔崽子 咱们喝一杯童心酒 来 干 来 来 来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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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坐吧 坐 坐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是 出块 出块 哎 ,出 Capitol! 来,出 Capitol! 好啊 来,出场了 老老老老老老老 那人这都贴着 大碗,、 keto 你老是这样 你老是这样 来来来 快快快 你先搁 你先搁 别别,别镜了 我们来去 我们走 干净喝了 没喝 没喝 再喝一杯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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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张老师 我们出去一下 去看看你干杯粉 你喝了我干杯 没事 没事 我去喝 这 这 这 粉 干净 我给你干净点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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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咱们喝 来来 喝 喝 喝 扎我 你咋的 怎么个个跑出来了 大家伙都在兴头上 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俺不能 跟狼在一起吃饭 谁是狼 那个王小辫 他是日本人 是日本鬼子 你怎么知道 家务海战那年 俺当时以为 能逃出他们的包围 俺太小 俺不懂 根本不可能 俺爹就是王小辫给刺伤的 俺没能整死他 就因为他是男人 可能 俺这一辈子 也整不死男人 这是命 这真是命吗 你说的 真是他 你没看错 扒了皮 俺能认出他瘾 今天 俺被杀了他不可 别 你刚来乍到 还不懂这里的规矩 在这种场合 天大的仇人 也得出了人家院子再说 何况 你们以前只见过一面 未必看得准 我看 回去喝一喝你再说 行 诶 看看他手上有没有伤疤 来来喝喝喝喝 你还没喝就喝 你喝酒你先喝微酒 来 马上 不干了 不干了 你还没能把他绳子的汉身那淋楼 来来 喝 杜大哥 你喝酒淘息应该罚你一杯 慢 要说罚得先罚你 你入其半天光认大哥不认大嫂 是不是有点失礼 对 我应该敬小嫂子一杯 兄弟想敬俺一杯 俺愿意奉陪 不过 俺得跟你划三圈 小嫂子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咱叔嫂初次见面 平和对饮才是正点 咱能划权行令 必是高低呢 兄弟 你真是少见多怪 咱江湖上的规矩 你咋给忘了 西中无酒怎知饭甜菜香 酒中无泉 怎知酒量高低 你要是不敢话 就认罚十杯 今天 俺就免你三圈 小嫂子的嘴还挺厉害啊 王大哥 弟兄们凑到一块不容易 大家伙图个痛快 画两圈 你也是个极高的汉吧 还画不过个老娘们 对 画两圈 画两圈 快画 好 那就画 两 好啊 八匹马呀 谁来一秒啊 六六六啊 七个小啊 好好好 喝一杯 好 来来 来 再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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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好啊 六六六啊 谁无手啊 喝酒喝酒 喝酒喝酒 你出来 来 喝酒喝酒喝酒 再来一碗 再来一碗 来 两 好啊 六六六啊 五喝一酒吧 全来了 你喝酒 好好 小嫂子 这第三杯酒 还是我敬你 慢着 常言说 双桥好走 独目难行 俺给你画双拳 我也不能总听你的呀 小嫂子 单权不是好汉 双权才是九中权 咋的 男子汉大丈夫 熊了 好 画就画 咱们画双权 来 就画双权 画双权 来 两好啊 五魁首啊 八匹马呀 六六六啊 四喜发财 三星兆啊 两好啊 五魁五魁 八匹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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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瞧 真是天意 瞧瞧瞧 瞧瞧瞧 好 小嫂子赢了 大哥输了 大哥可爽呗 对对对 兄弟 从今以后 你那小嫂子 就忘不了你了 是 我的可 真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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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送钱 王大哥 坐好 张老弟啊 回去吧 别送了啊 张老弟 你这酒真是好酒 喝了之后啊 我这是头不昏眼不花 痛快 心里痛快 跟清戏一样 很香的 怎么那么巧 你可别争马虎了 俺一眼就瞅准了他那个大脸盘子 俩大耳朵也够就俺记住的 咱古话不是说大耳朵有福吗 我也信啊 再会 他耳垂的也不小 再会了这老弟 不过 不过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法道 轮到东洋鬼了 就不好使 你跟张作霖 跑到点 今天是没少喝酒 杜大哥 赵大妹子 没招待好 不好意思 你跟王小边早就认识 去年才认识 咋的了 张老弟 啥事 杜大哥 你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听他说他老家在山东 后来桃黄来到东北 刚才看大妹那眼神 你们之间 好像有什么说的 是不是 张老弟 他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 那他是哪儿的人 他是日本人 甲午海战那年 他是日本军里的杀手 就是他 杀杀了俺老爹 真有这事 不会吧 小老弟 咱江湖 最终一切二字 可也不能好坏不分 人 怎么能和野兽一刀呢 大哥的话 我记下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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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集合了 快点 快点 集合了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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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叫肖二的带着几人来找你 肖二 嗯 你和 大哥 张爷 你来了 啊 我们当大家说 咱们两人有合伙的 我把兄弟们带来了 什么 你把弟兄们都带来了 那天 我和兄弟们到你家去接你 才知道你死里逃生 后来 我和兄弟们到处找你和嫂子 不知道你和嫂子下路 你带弟兄们上我家了 金大麻子 真的不是人揍的 趁你回家下毒手 他算什么能 以后 我抓住金大麻子 我抽他金 扒他皮 真他妈要活 关于干掉金大麻子的事 以后再说 你先去扎了一下 叫弟兄们先住下 对 你先歇着 好 大哥 我咋心思这个事 也不得对 大哥 这萧二怎么投奔 你们那个柳子来了 我也不知道 听说叫金大麻子 绑票打伤了 后来就投奔王小便了 还当了二等家 我说大哥 不对吧 我知道那萧二和金大麻子 他俩住一个村子 那金大麻子还认他是干儿子 你是说他是金大麻子的人 对 肯定是他 他就是换一张脸 我也能认出他来 大哥 这小子放屁都产假 你把我儿子走的第二天 我就把嫂子借走了 他咋说到处打听不着嫂子下路 大哥 这金大麻子是有意安排的天 依我看呢 单纯 把他帮他坐来 不 要真是金大麻子安排的钱 我看也不怕 说不定 将来会对我们有用处 有用 对 好像有人 别再听 怎么绑的 稀里话辣的 别把枪吊出来 轻点地 我看刚才拎枪那个人 好像是王小辫 我看一下 他们抬这么多枪 往哪儿送的 会不会是给张作霖送的 有可能 看来 王小辫也调出张作霖不放了 不行 俺得去找张作霖 绝不能让他收王小辫的枪 月 月 俺走了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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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弟 你什么时候把架安顿好了 大哥什么时候来请你 没变的 大哥临走之前送给你件礼物 从今往后 你就是橘子里的人了 大小事情 咱哥俩平起平坐 他是日本人 俺爹就是他傻害的 老弟 咱江湖最讲一切儿子 可也不能与狼为伍啊 他到底是中国人 还是日本人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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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辫给他送枪来了 大哥 因为王大哥给他送枪来了 来 王小辫在哪 啊 在前院 他真把枪送来了 哎 大哥 那还能假吗 你们王大哥给咱送了一百条东洋快枪 还有五万发子弹 弟兄们都在院里 瞪脸的等着分的 你快说话 不忙 你把王小辫 马上给我叫到大厅去 我有话要问他 你们俩在外边看着枪 没我的命令 谁不去中 大哥 大哥 你 这个王小辫 站住 是哪 没看出来 进 枪支弹药如数送到 请张老弟过目 王大哥 你这枪 是从哪儿运来的 那当然是从外边运来的 别说东三省 就是全中国 也没有造这种东洋快枪的地方 嗯 这是实话吧 你是说 这枪是从日本过运来的 是从小鬼子那儿 脱一个日本朋友 从海上偷偷运过来的 这么说 王大哥跟日本人的关系不一般呢 干咱们这行的身在江湖 广交朋友 多个朋友 多条路嘛 王大哥 你我不是外人了 说点真话好 王大哥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到底是哪的人 山东人呢 山东棒子 我早就告诉过你 王大哥 你我兄弟一个头刻在地上 你可不能跟我兜圈子 你到底是哪的人 你就跟兄弟谅谅底吧 张老弟 你是不是听了闲言淡语了 咱们相处了大半年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呢 别听他下说 说老实话 你到底是哪国人 赵大妹子 大刚家了 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你是日本人 不知是真是假 说 好吧 老当家的 你的耳目可真灵啊 不瞒你说 我真的是日本人 既然你是日本人 为什么跑到关东当响马 说 王大哥 既然你是日本人 这么长时间 你想牙口缝没给我签 张老弟 我今儿来跟你送枪 就是要说这事 没等我说你先问了 我都说了吧 日俄在你们东三省开战 我的大哥 我的大哥 二哥就死在俄国人的枪下 尸体扔在东山的荒草坡 我是听着两个嫂子的哭声 飘扬过海 隐姓埋名 来找俄国人算账的 啊 怪不得你那么恨大鼻子 不对 你是杀害中国人的凶手 甲午海战的日本兵 谁说的 我根本没参加过甲午海战 怎么能说我杀中国人 你 你 胡说 你手腕上的伤疤 就是姑奶奶当年又飞掉渣的 你像耍赖渣的 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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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张老弟 我这次来 一是告诉你们我的真实身份 二是来给你们送武器 我这一百条快枪 五万发子弹 是让你们对付金大麻子的 不是学里送炭的 也能给你们长胆助威啊 我窝囊 张老弟 我满意为把枪送来 你能高高兴兴的白酒射宴 谢一声 我这肝胆侠义的王伴哥 万万没有想到 好心当了驴肝肺 还平白无故的 拿我当仇人 你本来就是俺的仇人 把他屁 俺认识你让 张老弟 你我兄弟一场 我王小便 为你两肋插刀 你要是 认我这个朋友 你就把枪和子弹留下 咱们共同干掉金大麻子 你要是听那个女的 咋的 我也无话可说 大不了把脑袋扔给你 张老弟 何去何从 你点着办 张大哥 你别听个胡说八道 日本人的枪 咱不能要啊 大哥 大哥 你这话说就不对劲了 眼下 你说咱们要打金大麻子 那你总不能让弟兄们 拿着酱杆 跟金大麻子比我这玩吧 这话说的对啊 大哥 眼下正是用枪的时候 弟兄们眼睛都焙红了 咱总不能看着 盗嘴的肥肉 愣给狗吃吧 张大哥 难道这枪 就真的比稚气值钱 稚气 稚气再大 能打枪使吗 大哥 你要是 得意使客马驾员 我唐天虎 对了 别说了